中華民國一百一十歲生日 肯定中華民國台灣自由民主的精神 今年的雙十國慶 在法拉勝喜萊登酒店戶外進行 雙十國慶籌辦主委 林瑩君新穿酒紅色旗袍華麗亮相 今次是他連續第六年 統籌規劃皇后區雙十國慶典禮的重責大任 他表示 堅持要繼續舉行升旗典禮 因為對海外喬巴來說 這一面國旗的意義格外珍貴 升旗典禮開始的時候 現場先演奏美國國歌 接著才是中華民國國歌 並帶領現場民眾 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臺灣加油 駐紐約經民署署長李光章表示 拜登政府繼續深化和中華民國臺灣的關係 而臺灣目前是美國第九大出口貿易國家 並感謝紐約州眾議員金對石等人 在2019年提出的議案 推動有惡決議 法拉盛市議員顧雅明表示 他認同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精神 法拉盛在30年前相當荒謬 是由臺灣人開始開拓 現在連酒店和商鋪也有 當日活動 還有歌唱表演和原油會 現場售賣臺灣口味的小食 和臺灣飲品珍珠奶茶 為法拉盛的喬包 帶離別開生面的雙十個慶節日 要請問他 請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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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